李院長還有張烏教長還有服務事長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長官大家早安好 今天非常高興 台大能夠邀請我來這邊做一些算是雨潭 那我把我的經驗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我總覺得說今天是氣爆周年 昨天晚上三點才睡覺五點就起床 給大家看第一班的捷運第一班的高鐵到台北 今天的這個論壇我感覺上來講應該是在高雄辦公室 但是我們高雄市都好像沒有做這個 缺少一個跟大家來做一個溝通的機會 那台大真的是只是台灣學術間的牛肉 這一點我非常敬佩 周教授也是一個非常用心的人 那今天呢我的題目是石化工業 這個犧牲體系下林俊均勻的健康風險和悲情 坦白講我今天有兩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我當然是一個大學的老師 今天也剛接我們系的第二次當系主任 今天8月以後開始 那另外一個身份我是瘦拍子 等一下我把我的故事告訴各位一下 這個石化工業它是怎麼定義呢 這是我從經濟部的石化產業高石化辦公室 搭貨下來的東西 就是說它的幻蟲不是包括石油天然氣氣 汽油清油類解這些材料 它涵蓋的是乙烯丙烯丙烯丙烯 本啊、甲本、二甲本等等這些 然後這些東西我們再把它來提煉成 合成的素質、塑膠 合成橡膠、人造、纖維、石油化的產品 所以在這上面是能源的一個 供應、燃油場 然後在這邊的話是清油類解 清油類解什麼是清油 清油是我們騎摩托車、開車手機 汽油就是清油 那目前台灣只有台售跟中油 他們有在提煉 那其他的在這一部分 我總覺得說台灣的石化業在這邊定義 這才是台灣的石化業 這邊的話是屬於電影業 那下游當然有很多的塑膠工業、化學製品等等 石化業的一個廠長講說 我們有30萬的就業人口 福收八道 我家旁邊那個大社石化工業區 是台灣最早蘋果60年的 到現在2400個公分 那台灣有10座大社石化工業區嗎 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我合理的 當然沒有很明確的數據 台灣的石化工業 在這個區域裡面的就業人口 大概就一萬兩千人 但是我為什麼說今天這是一個犧牲的一個體系 因為怎麼樣 所有的石化工事的總公司幾乎都設在台北 高雄人家這麼說說 在這製作工業區都設在台北 我跟他講 高雄也有高雄很優雅的地方 現在整理的不錯 但是呢 犧牲體系的下面 有些人他的 他的犧牲就更徹底了 那剛好是屬於比較犧牲更徹底那一部份 所以今天 我在想 既然是要來做這個檢討 我想 有一些 還是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圖是在網路上抓到的 有89條管線 這次爆炸在這邊只有3條 其他你看 秘密麻麻 這都是有89條管線 那這次爆炸把這3條把它砍斷 現在剩下86條 那現在大概還有1250公里的管線 在高雄是在那邊亂跑 然後這一次呢 去年的817爆變成國際事件 那為什麼會導致這個 這個事件發生呢 我在想 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城市規劃 把這些工業區胡亂擺 擺在會經過市區的地方 會經過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呢 讓這些管線通過住宅區 通過 通過商業區 這個在 高雄市整個很清楚 這是違法的 那他就訂了一個叫做怎麼樣 既有工業管線的自治條例 然後怎麼樣 要來跟這些廠商來說 那個叫管理的規會 等一下我再講這一內容 當然這爆炸我想不要再提起 這是一個很傷心的一個事情 死了這麼多人 死了32個人 受傷321個人 民捐的捐款48.8億 政府動用了18.8億 加起來損失63.6億 這是財務上面的損失沒有包括 居民的生活不方便等等 3萬戶停電 2萬3千戶停氣 學校98手停課影響到8萬多人 氣爆了當天我有去現場 接受電視台的現場 採訪公共電視 那這些損失到底是多少 那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 高雄市政府來收這些管線的規會有用嗎 每一年從4千多萬收到 可以收到6千多萬 平均5千萬 我等一下算一下 他損失的財務損失63億 我跟他算一下大概要收105年 這個東西才會回來 但是理智水質就六十幾億 那你保證說這105年 這個地下管線不會再爆炸嗎 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的 獨自計畫 那這是高雄電流廠 他今年就要簽廠 其實滴滴滴滴滴滴滴 都是在爆都是在燒 那為什麼人家會把他趕跑 高雄電流廠 這從日記時代的一個工廠 各位 這一桶水就是那邊抽出來的地下水 這個東西還有很多有毒的物質 分啊 本啊 那些都是超標的 很可怕 這一張照片是我親自拍的 這是以前在高雄電流廠旁邊的一個社區 你看 從這一口井裡面抽出來的水 都點火都會燒 啊中油那時候怎麼講 你們居民把油倒進去的 氣有人很痛 那這是黃史榮議員 他是後製設計的議員 他一直在監督中油 你看看 這是在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在中油的東美外 打出來 這個沙我在現場 這個東西也是有拍的 好像我們那個沙去挑 那個大媽嘎嘎 臭的要命 黑的要命 現在到這邊都是超標 大概有三千個PPM 那總是有碳金華為三千個PPM 這個是中油P37油槽 這個油槽 大概有 一萬四千噸的原油 通通流下去 然後中油說 用一個五十公分的土把它 刮掉以後 然後再把它鋪上去 五十公分 他是整治好 那後來這個議員 氣而不捨 這是民間黨的 環保局長張鋒騰 然後很多人都認知他 黃議員跟他去 打出來就說 這個他知道 他有內部消息 所以他就 找這個環保局長去打打打打 打出來 你看一根一根都是油 這都事實 這是我們 做研究機會的時候 在拍的 好像2007年 已經八年前 中油就是把 有兩個 很大的廚油槽 一個廚汇水槽 一個廚汇水槽 一個五萬噸 兩個十萬噸 然後把工業汇水 都打包了進去 下雨天的時候就拍出來 中油是國運公司 那到後來是沒有下雨太 把他排出來 也被抓了 也被罰款 兩千六百三十萬 你看看 這個都是油 隨便上都是油 這個也是 同一次 你看看 中油 中油 他還有一個監視器在上面 這是他排出來的會油 所以欺負人家太久了 欺負人家太久了 後勁人 絕不怕甘休 所以 很多人都把後勁說暴禮 他就是沒操作 那 在這邊 從志祭時代污染到現在 已經七十年 基敏先生剛受到一種破壞 長期棄而不捨 不拿錢 不要錢 持續的抗爭 你不要搬走就好 那現在 在今年終於要有牽廠 這是在民國七十九年 郝伯順院長 去那邊夜宿以後 回來 終於有公文 二十五年牽廠 今年是第二十五年 那這邊 中油有四百公頃 其中用在工廠區的是一百八十七公頃 污染 那我們民間團體 一直在說 我們把它弄一個生態公園 生態公園 到現在高雄市政府 什麼東西都沒有做 當然工業級 經濟部 中油 通通要負責任 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居民很簡單嘛 我們以前被你害死的人 就算了 我們只要一個公園 也有一個生態公園 到現在高雄市政府 也沒有做任何一個平台 陳局市長在去年要選舉的前一個禮拜 他到霍京那個奉平工那邊跟大家講說 我同意我們要設一個平台 到現在已經八個多月了 沒有 沒有動作 但是呢 比較可悲的就是說 跟中油同時要簽產這個大色實話公園區 是林國八十二年五月五號 經濟部長江秉芬 去在高雄的國賓飯店 跟那個圍廠抗爭那些 因為污染因為害死人 那些居民去協調 弄了一個命令 結果 不動作商 中油要簽了 那時候的大色實話公園區說 大色實話公園區內各廠 應配合 中油高雄五千廠千廠計畫一定簽 你看我的法 公文都背下來了 但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一個你自己花的公文 你的自己的承諾 白紙黑日 你都不遵守 你要這個居民怎麼樣 其實要起來革命 你看看 這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五號 關於大色公園區內污染 本月五三號協調結論 有關本部執掌範委應辦理事項 含請查照 本部執掌應辦理 應辦理 這是裡面的一些內容 我就跳過去了 這一點就重要 居民跟他要求說十年內簽證 那時候 江平副長跟那個王建平 那個 立法院副院長去協調說 不要那麼快啦 還正中油二十五年簽證 那就是中油簽證 那些武清那些原料沒有啦 那我們就大色實話公園也來 也一起幫忙 那結果我們公園太聰明了 這是敷衍老百姓 他另外再從大領埠那邊 從明年那邊再建的十三條的管線 這邊將來斷了 這邊繼續 營運 所以 這邊啊 大色工業區內 各廠應配合 中油高雄 電油總廠 五千千檔 幾萬一千一 你看 市政府的專案成功還是一個會議紀錄 某一個高雄市的市政府高層 我想我們周教授在場 在今年 差不多半個多月前 他在高雄 一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一個會場說 啊這只是一個 會議的紀錄啊 會議的紀錄啊 各位 我本來對陳吉是百分之百支持的 但是現在沒有了 我現在變成建築者 我不再把目 我現在很清醒 江北坤 政府的施政應該有連貫性 不會因官員或政黨文體而失效 這是一般的公法 對不對 大家要遵循的法令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 今年的 7月27號 前幾天而已 可學的媽媽 判不到乾淨的東西 中國時報 桌局長 你有看到嗎 這個媽媽是誰 因為我太太 她 那我就想要乾淨一點點時間 這是我太太的 但是她不叫做沈太太 她 記者問我太太 我太太不用她 名字叫做沈太太 其實叫做沈太太 可學 可學 這邊是 高雄市環保局 弄到的 武斬的偵測的 這些都超標超標 錯的要命 這是我們 動員那個議員 才去勉強去裝的 這你看看 丁二熙 致愛父子 粗傳一熙子 那歷連來這些報告 女孩子的肚子 九點九四倍 其他內複蜜也 七點四七倍 小她的三十九五倍 然後她的膀胱 十一點九倍 十一台五倍 其他內複蜜也 四點八五倍 這都有名的期刊 這個是啊 高雄石化 舟借三公里 一萬血 跟布魯亮 大概三點二八倍 這個是平均值喔 如果住在他旁邊的人 他當然就更高了 這是李俊章教授的學生 在田志俊他的壽視論文 你看 都是在這邊 各種不同的物質 物質他的污染的風險 加一加很多 大概一百萬分之 兩千三百二十八 超標二十三點多倍 因為我們可以接受是一萬分之一 兩千三百二十八倍 我就講快一點 這個是最近一百年二年出版的 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的一個研究報告 各種匯眼器管園 這邊有三條線 藍色這一條就是石化工業作業機 就是北高雄的大色人武 還有那個藍紙的那個練油場 那另外紅色的是奇山美龍 黃色是花蓮線林 你看 通通都在上面 匯眼支氣管匯眼 慢性支氣管園 通通都在上面 高很多 這是一百零一 2010年 2009年 所以這邊 每一個都是比他高很多 高很多 這是整個的自來風險 大色這邊 人武這邊超標 這個是灰自來風險 這是今年三月份 李進章教授做的 超標1.99乘10的富士次胖 藍石畢竟都超標 超過一萬分之一 那高雄市政府 你這邊 目前還有86條 那這些有這些自治條例 這一些東西 收這麼多錢 我認為是治標不進的 他只是針對這些 員工去做這些工作 就是說做一些救災救人 重建恢復市容 但是 這些管線的這些監禮 會用登場 還有要這些實話公司 遷到高雄 但是有沒有做實質的改變 沒有 這個事情以後還會發生 因為我查一下 我叫民國那條路 就是有一條實話管線 通過 那 這個東西 經濟部也跟他打臉 你這東西是違法 法務部打臉 那你既然不知道違法 那就怪管 敢不敢 高雄市長不敢 這個是我畫的一張地圖 這是 後進中有練有農場 大色實話公司 任務實話公約區 然後在這邊 這裡面看得出來 這邊今年要關場 武清天長關場 但是這一邊 你如果不把他移到 剛剛那個法令把他關掉的話 這些管線還一直這樣跑 我認為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起爆 所以用都市計畫的方法 按照原來的法令去做那些事情 這才是對的 這位是當初爬到 中有練有農場的那個 那個燃燒塔上面去要死掉那個人 他說我們等了二十五門 終於等到了 大色實話公器等了二十二門 你們還有沒有等多久 所以我認為我們台灣不產也有 為什麼要花錢高等的實話公約 那四四年來我們的綠色的環境在 到底是跟你的經濟風險哪一個比較大 我認為有些人把錢賺走 但是把健康風險留給我們 那夜延期只有我們輕有類解的四溫之一 我們要再發展嗎 還有這些胡亂規劃這些都市計畫要不要改 不良的廠商故意去排斥這些廢氣廢水 我想剛剛我們故事長講到說是PM2.5 所以我不曉得該怎麼說 那到底高雄要不要設置海岸的實話專區 到底怎麼樣 到底有說是一個假意 但到底怎麼樣 環保管理是反對的 那我認為說短期內應該做好這一管線安全檢查 長期以便呢 三年內應該把這個大色實話公器把它牽走 只有把剛剛那個圖把它牽掉 剛剛這個圖從這邊 因為這邊關掉了 這邊把它關掉了 這邊就順價就不會有這一管線段好問題 這時候問題才能夠真正解決 這才是智本的方法 然後呢 五年內我們要去檢討這些工業局 能源產業政策 能源政策 然後業員業績已經出現了 我們台灣還是需要發展經濟 但是呢要這些廠商你到美國 要叫他拉中國去設廠 設廠把它合成那個塑膠液之後 再運回來台灣一些塑膠業員 給那些原料業者 那些在做的 那不是很好嗎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